老板这是猪头肉吗 对 给我欠20块钱了吧 20块钱的猪头肉 10块钱一分是吧 对 我来个炒粉吧 舒服兄弟们终于是下班了哈 今天又是准时下班的一天 说实话我每天活着就是为了现在这一刻 上班就是为了下班 然后在路上顺便买点小凉菜呀 和点小饮料刷这句简直太爽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晚餐吧 简简单单一顿晚饭 首先是21块钱的猪头肉 然后11块钱的凉菜 还有一份10块钱的炒粉 大家觉得深圳的物价怎么样 开吃开吃 好吃就是不辣 骨头肉 绝了好吧 绝了 夏天就适合吃点小凉菜 然后再搞点小酒 只不过刚才不喜欢喝酒 喝点发热水也行 凉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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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简简简单单打吧 游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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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兄弟们 疯子还得饱到微老啊 讲真的兄弟们就下班之后我们圆一下 或者打两把联盟真的还是挺解压挺开心的 不过有一点比较局限就是明天还得上班 兄弟们每天我至多打两把而且还是在不加班的情况下不加班的话六点下班七点到家吃完饭然后打两把游戏至少几点八点九点十点多了然后再洗漱一下可能睡觉就十一点了玩玩手机嘛对吧最后我们再来敷个小面膜就可以睡觉了 OK兄弟们已经是敷完了我其实还挺建议大家就男同帮平时多注意一下多护一下敷就做个精致的猪猪男孩嘛我知道可能很多男生就是最多用个洗面奶但是还多注意一下吧要不然上班之后会老的很快的而且兄弟们你们知道吗最近我通过上班突然发现了他的两个优点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可以规律 你的作息我现在基本上都是晚上十一点睡然后早上七点多起就不像之前不上班的时候老是一两点睡然后第二天不知道啥时候起就很不规律第二个就是你上班之后更容易得到快乐了你得到快乐的预值会降低这样说大家能理解吗就说的浅显一点就是你辛辛苦苦上了五天班之后然后突然有个双休突然到周末了你周五那个下午你会很快乐是吧非常的开心就是非常欢欣鼓舞的那种就不会像我之前我之前失业 五个月的时候每天都相当于是休息你突然得到两天休息你会快乐但每天都在休息你就不会有那种快乐的感觉就每天都没有情绪波动就都是一样的生活你知道吧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这是从上班很多缺点中提取出来的两个优点吧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对那今天也就是这样了就不跟大家再说了我要去睡觉了明天继续搬转 对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拜拜